复理乡第21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19号开议 乡长陈荣聪带领科室主管出席并做市政的报告 陈荣聪表示就职后代表会指教及公所同仁的协力下 乡务得以顺利的来推动 今后更将秉持着乡民所欲为市政的首要目标 对于未来市政除了基础建设的加强外 并将打造复理乡成为以基础建设为主 以人为艺术景观环境产业社服以及数位等七大面向作为市政的目标 复理乡第21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19号开议了 乡长陈荣聪带领科室主管出席并且做市政报告 陈荣聪表示就职之后代表会指教以及公所同仁的协力 乡务得以顺利推动 今后更将秉持乡民所欲为市政首要目标 向贵位代表先进报告今年来施政情形 并感谢各位代表女士先生积极出导乡政 共同会本乡发展而努力 请代表公所前提同仁 向诸位表达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农中自上任以来 秉持着由感恩出发 谦卑做起 诚实中肯认真负责的态度 及互利城乡幸福家园 农业修剪农业冰农 企业政府 温馨服务就大自动目标来推动互利各项政策 陈荣聪说 任职以来抱着用心学习的心态 悉心受教不敢懈怠 为争取地方建设 陆续拜会各上级相关单位给予协助 以立复理箱各项工程的推动 为全面性长远性发展立基 对未来施政除了基础建设的加强之外 并将打造复理箱成为以基础建设为主 以人为艺术景观 环境产业 社服 以及数位七大面向作为施政目标 记者高雄雄不理箱采访报道